很顺畅的来推动政策 尤其是现在我们内外的情势挑战这么多 那我们其实没有多少精神可以在内耗上面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孝美琴 日前接受范锡斐专访 被问到该如何在国际政治间取得平衡 身为前驻美代表的他这样说 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自己要展现一个可以被信任的态度 那获得更多的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持 不只要在国际间突破重围 面对中国频频打压 加上习近平拒绝跟民进党沟通 也成了死血之一 台湾的未来要台湾人自己决定 所以没有什么 什么一个人就可以去谈什么事情 或者是做任何违反台湾民意的承诺的事情 其实这样就不民主了 近年来民进党力推绿能但是闭眼从深 不免引发外界质疑 甚至把两件事情画上等号 应该把政策 这个跟一部分的这个所谓的弊端弊案 来做分开的处理 那如果有弊端有证据的话就办 没有证据的话 全面的抹黑 其实是非常不厚道也不公平 访谈最后不免再被问到外贸和私生活问题 肖美琴则笑说 谢谢老绿男给机会 有这样的信任关系跟不同世代的这个共识 是非常珍贵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确实 我觉得我们是在从政 我们不是在创造浪漫的故事 大选倒数不到30天 各阵营候选人投过专访 展露头角西选票 要成为最后赢家 三丽新闻和孟子杨欣怡台北释放报道